香港網路媒體的創辦人 綽號江牧師的男子江家瑋 今天清晨在北市中山區 一次因為言語等細故是被人刺傷 由於江家瑋曾因反送中案被逮捕 裁定罪名不成 對於此案是否涉及政治因素 警方是不敢大意 已經鎖定動手的零性 詐欺通緝犯 儘快追捕他到案 要釐清全案 神情痛苦 不斷喊痛 在急診室等待救治的這名香港男子江家瑋 十七號清晨在北市中山區 招人以利器刺傷被捕 傷口筋緊急封合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調查江家瑋清晨搭計程車 在北市中山區臨申北路下車 疑似因為言語等細故 遭到剛在酒店消費結束的一名男子 持利器所傷 倒臥在地 山北路大概在409號前面 疑似有打架 所以我們同仁到場之後 初步發現江信的傷者 那因為他身上也有帶有酒味 所以我們就把他送馬接醫院 去做一個診治 警方發現江家瑋曾在香港 創立網路媒體 2019年不時在反送中 示威現場直播 2021年六四事件32週年 兩都在銅鑼灣聚會現場直播 被警方逮捕 法院最後裁定罪名不成立 不過他後來因為被控騎警 販賣煽動性書籍入獄 出獄後移居臺灣生活 言語或者是碰撞的糾紛 導致後面有一個動手的狀況 那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那我們也帶回一名關係人 在釐清 那目前已經鎖定一名犯險了 考郎江家瑋曾因涉入反送中運動 對於此案是否涉及政治因素 警方不敢大意 以鎖定動手的靈性炸吸通緝犯 並且通知當時在場的林賢友人到案 協助調查 希望儘快棄捕林賢到案 離心全案 記得陳嘉欣 張宇佳台北報導 請假立 به 請假打 張宇佳台北報導 您手下司機 請假 det 請假打 請假打 不怎